下面進入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們讀的經文是 11 節到 16 節 其實我本來想要讀到 33 節 但是我只要讀到 33 節就會比較長 所以我們就取得到中間 但是今天我大概會把這一整段經節都講過 今天我們要來講朋友之樂 上一次我們講了人際關係 隔了一個禮拜 那這個禮拜我要講朋友之樂 今天你跟你的好朋友來的有沒有 有喔 有蠻多人的 坐在前面這一排都是跟他的朋友一起來 我覺得朋友是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不可賞的一個人 特別是基督徒 上禮拜上上週那個畫指示有跟我們說 基督徒那個十字架是代表什麼 你看到我後面的十字架是什麼 一個是跟神的連結 一個是跟人的一個連結 所以我們知道 當我們真的沒有跟朋友保持好的良好關係的時候 其實你對神的認識好像還不夠深 當你對神認識夠深的時候 你就知道神要我們得到生命裡面 陪伴在你身邊周圍的人 你要得到什麼東西嗎 好 每一個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當你遇到好朋友的時候 我相信會不太一樣 原本臭臭的臉就會稍微笑一下 就算心裡再怎麼苦也是坐下來之後才能量開始哭 當你遇到你的好朋友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非常不一樣 所以友誼在聖經裡面其實是非常重 但是當我去找那個書的時候 因為總是需要看一些書 所以我去找書的時候 講到友誼的東西真的很少 但是我相信友誼在聖經裡面 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沒有年輕的時候 如果你現在年紀很大了 就像講你年輕的時候 那你如果還年輕 你就看這張圖 你有沒有曾經跟你的朋友 一起出去瘋過 玩過 想起你年輕的時候 跟你現在 朋友的階段 每一個階段都不一樣 但是朋友總是帶給你什麼 開心跟喜樂 還有你難過的時候 他們是一個陪伴 所以教會不應該只有是一個 講信仰的地方 我相信教會裡面 你們更重要的是一個屬靈的夥伴 我不知道你們在教會裡面 有沒有一個屬靈的夥伴 但是我們受洗的人數很多 大概有四個人 十四個人 那在裡面呢 就有幾個青年 我就問他們說 一個一個問 你們有沒有屬靈的夥伴 欸感謝主 他們都能說出來 他們屬靈的夥伴的 另外一個人是誰 所以在我們的生命中 盼望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屬靈的夥伴 朋友在我們當中非常重要 所以其實你看到很多電影 都是什麼拍出來的 朋友之間的關係 那一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 其實那是一個談戀愛的那種 喔好緊張喔 啊我喜歡她 跟另外一種是什麼關係 朋友一起在看 欸你看神家儀走過去 那個朋友一起看的那種感覺 跟你自己看到 神家儀走過去那種感覺 是不太一樣的 朋友在你的生命裡面 我相信站很大的位置 那你跟你朋友的關係 怎麼樣 現實中有很多學者 已經開始在強調 人跟人之間需要重視 朋友關係 還有我們從一個地方就看得出來 你的FB上面呢 會開始給你有朋友 朋友用分為什麼 自由點投資交 然後或者是交了一個新朋友 就增加到新名單 還有建議的朋友 從名單中移除 這曾經是被選為最狠的一句話 在英國裡面 他們曾經說 把朋友從你的名單中移除 那個是對朋友一個 最狠的一句話 我們知道朋友的關係 是一個非常緊密的 你在朋友裡面 你分的不一樣的朋友 但是透過這些人 成為你生命中的綁住 美國的報紙裡面 曾經有一次寫了一個報道 我們都知道 都有那個求職應徵 那在他們的報道裡面 有一次寫了說 你如果找不到朋友的話 你來找我 我跟你講一次話 半小時 我只收你五美金 他就想說 應該不會有人來找我 你知道嗎 結果反應出什麼 他說 我的工作量 case量接到接不完 而且還需要有很多的朋友 跟很多的同工一起來接 就是接這個case 我們知道 現在有很多朋友是 好像很親 又好像很親 但是他在我們教會裡面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你的屬於朋友 俄羅斯人很重視那個朋友的關係 他說一個老朋友 剩過兩個新朋友 而且當你那一個老朋友過世的時候 你的生命裡面的東西 就好像有一點被帶走 所以我們知道朋友那個關係 是跟家人一樣 都是很親密的 好 剛剛我們說的 為什麼他能賺到那五美金 甚至賺不完 因為當有人跟你分享的時候 分享的加倍是喜樂 那當你很痛苦的時候 你講出來的時候 分享能使你的痛苦簡單 所以朋友是非常重要 耶穌在新的介命裡面告訴我們 愛他是最重要的 第二點是要跟人家彼此相愛 你有跟人家彼此相愛 有愛你的朋友嗎 還是你一直把你的朋友當成 好像就這樣而已 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也是朋友 聖經怎麼形容 他說當摩西跟耶穌 跟上帝講話的時候 他們是怎樣 像朋友一樣 是面對面的 他們是面對面講話 關係跟朋友一樣 記載在初愛集紀33章11節 摩西跟上帝面對面的時候 就像朋友 我在幫青年上授習班的時候 大家都跟我說一句話 我一直以為犀利很恐怖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你對犀利是什麼感覺 好像我還不配 好像我聖經還沒讀完 好像我還怎樣怎樣怎樣 好像上帝很遠 親愛的 好像上帝很遠 親愛的 當你跟朋友講話的時候 你會很放鬆 但是當你跟一個不熟的人講話 你就會覺得 好像他坐下的時候 我才能坐下 不然就是坐下的時候 我一定要怎樣抬頭挺胸 然後講話一定要很溫柔 什麼字都不能講 神說關係不是這樣 他跟摩西的關係是怎樣 我剛剛說過了 是朋友 所以你可以想像摩西那一天 可能穿著假腳脫 穿著海灘褲 然後呢 就坐在那邊 跟我們的兄弟講話 所以朋友是一個世俗觀念嗎 是喔 是在我們的聖經裡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所以我們就透過聖經來看幾個故事 上面這一個是摩西跟約書亞 他們是聖經裡面的人物 那摩西呢 因為要帶他們出 就是出埃 就是帶所有的以色列人出埃及 但是因為他犯了一個錯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就跟他的約書亞 約書亞是一個他很重要的 一個左右助手 所以他們的關係是非常好 那底下這一個呢 是大衛跟約拿丹 他們的感情非常的好 好到很好很好很好 約拿丹說他很愛很愛大衛 甚至把他所有的兵器 都給了大衛 你知道當時他把這些東西 給大衛的時候 對他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他要透過這些兵器 來保護他自己 因為少 約拿丹的爸爸少 我要追殺大衛 如果你的爸爸今天要追殺你的好朋友 你會怎樣 趕快跟他斷絕關係 因為我爸討厭他 還是你會跟約拿丹一樣 甚至去幫助他 告訴他你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約拿丹本來是要做王 但是他知道大衛才是神所高利的 他就跟大衛說沒關係 我把你的王 我把我自己的王位讓給你也沒關係 這是一個很好的好朋友 你今天可以跟你的好朋友 沒有你的同事說 上司說要把我伸上去 沒關係 我把這個伸上去的職位上給你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好很好的關係 好再來我們看下來 以利亞跟以利莎 他們也是非常好的partner 當以利亞跟以利莎說 我要去某個地方 你在這邊等我 以利莎就說 我一定會在這邊等你 講個三次 不管他們去任何地方 只要以利亞跟以利莎說 請你在這邊等我 以利莎就跟他說 我一定會在這邊等你 你的朋友如果告訴你說 你在西底等我 結果一個小時都還沒出現 兩個小時都還沒出現 來的時候你就怎樣 我相信你臉都很臭了 因為我就說 你怎麼又要等那麼久 但是以利莎他說 不管你怎麼樣 我都會等你 再來這個是 但以利跟他三個好朋友 好 耶穌跟他的十二個門徒 也像朋友一樣 另外下面這個是保羅 他寫了很多新約的聖經 他有一個好朋友 叫做巴拿巴 這個好朋友在那 很辛苦的時候 幫助他很多忙 所以你現在去想想看 你現在第一個想起來的好朋友 是誰 我不知道你想到的是誰 但是盼望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都有一個很好的好朋友 好 那今天我們就要進入這個主題 朋友之樂 什麼是朋友之樂 你生命裡面必須要有一些朋友 是能夠支持你的 看這一張圖 三個朋友一起拿著一隻桿子 中間有一點缺乏 這背力應該要很好 好 然後他們就走過這裡 第二個也順利的通過 第三個也順利的通過 當我們成為一個好朋友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一起通過一些 很辛苦的事情 是可以在你的生命裡面有所改變的 那這個人是誰 就是我們今天讀的 亞伯拉罕 這是他的家 坐在下宿下 中午 這個亞伯拉罕 其實我們今天就要透過他整段的經文 一起來看 因為我覺得他整段經文 告訴我們一個很棒的交友程序 那 在看亞伯拉罕這一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讓我想到三個點 就是亞里斯多德 他曾經提到 什麼是朋友 朋友就像這一張圖一樣 你們應該第一點 陪伴共存 第二點呢 朋友過得的時候 你要硬酸還是補他 還是笑他 在國中的時候應該都會笑朋友 但是長大之後應該就比較有愛心了 就要互相幫助 再來第三個 當你們一起起來的時候 是要一起往前走 去追求那個良善 那我覺得 其實亞伯拉罕他這個故事裡面 他這個聖經節裡面 他寫了很多關於這些部分 好 進入經文的第二節 他說亞伯拉罕舉目觀看的時候 看到三個人 站在他們家門口 亞伯拉罕做了什麼事情 亞伯拉罕第一次趕快跑去 跟他講話 就跟他說 嘿 你們要不要來我們家 其實 這一節經文我先講一下他的背景 他其實是上帝跟亞伯拉罕在說話 那聖經裡面其實有很多都是用那個 泥人話 就是用好像朋友跟人家在講話的關係 這是聖經裡面很特別的一個方式 亞伯拉罕在那天中午的時候 看到人 這三個人來到他們家 如果你看經文 他是寫這三個人 站在他們家門口 不是走向他們家 所以亞伯拉看到他們的時候 就趕快跑過去說 你們要不要在我們家休息一下 就趕快跑過去 我不知道今天很多新朋友來 或者是當有人走進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趕快走過去跟他打招呼 我相信這次在我們的招待施工上 可以很大的提升 當有人來了 或者是當新朋友來了 或者是當你家有客人來了 你都做什麼事 趕快前去招待他 同樣的 今天你在教會裡面 有一個新人走進來 或者是你知道 看一下你現在旁邊坐的人 是不是新人 或者是很久沒看到他了 結果跟他可以稍微問個好啊 怎麼最近那麼久沒看到你啊 或者是你最近過得好不好 我相信這都是一個值得我們學習 亞伯拉罕已經九十九歲 你想你九十九歲 如果人家從你家 站在你家門口 你會怎麼樣 啊黑一點吧 老婆外帶著 但是亞伯拉罕知道 他要做什麼 他知道在他們那個社會裡面 其實有這個風氣 就是你一定要趕快去幫助他 所以不要忘記趕快帶他來 然後坐在位子上 或者是回去你們家照顧他 亞伯拉罕就趕快把他帶來 在他們家招待他 有一個故事很值得我們去行思 有一個神父呢 他說有一次他坐車的時候 坐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可以載著五行人 可以載著學生 可以載著老人 可以載著任何人 有一次他上車的時候呢 他就發現他旁邊坐了一個酒鬼 全身都是酒氣 而且他還發現他的口袋裡面 還擦了什麼台灣啤酒啊 或者是海泥根啊 他心裡就想說 這個人真的是太墮落了 那等一下他如果起來的時候 我一定要好好教訓他 這時候呢 這個酒鬼 看到神父坐在他旁邊 他就跟神父說 神父啊 我問你喔 為什麼 那個人啊 會得關節炎 神父心裡就想到什麼 我終於逮到機會了 等一下一定要好好地教訓他 他就跟那個酒鬼說 你知道人為什麼會得關節炎嗎 那個人就是已經太愛喝酒 吃喝調毒 完全不重視他自己的身體健康 講完之後 然後那個酒鬼就沒在講話 就癢癢 神父就沉思了一回 他就想說 我身為一個神職人員 成為一個神父 我怎麼可以這麼沒愛心的跟別人講話 神父就想說 好那我稍微關心他一下好了 神父就告訴他說 你的關節炎多久了 這個關節炎很困擾你嗎 這個酒鬼就回神父一句話 說 喔 我會這樣問是因為 我前不久聽了廣播說 你們的教皇得了關節炎 所以呢 我想要了解一下這個關節炎是什麼 可是神父不知道 就間接罵了他 教皇 這是一個 我相信我們在生活中 都會遇到的問題 當我們招待朋友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還沒有了解他全部 我們就不小心傷害了人家 我們就沒有用我們那個最起初的愛心去幫助人家 所以 耶穌說過一句話喔 他說 你們要別人怎麼樣帶你們 你們就要怎樣帶別人 這跟孔子所說的一句話很像 棘手不欲怎樣 無私於人 但是孔子在講這個話的時候是 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去想說 我不想要的我就不要別人這樣給我 可是耶穌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是先以誰為開始 你想要別人怎麼樣帶你 耶穌用別人我們去關心去愛人 作為出發點 你想要別人怎麼樣去愛你 你就要怎麼樣愛人 不要忘記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人的好朋友 請你思考一下 如果我真的跟他當好朋友的時候 他是開心的 還是每次看到我跟我講電話 趕快掛掉 或者是我約他出去玩 他總是都說我沒有空 我歪去 怕我們在朋友的關係上面 能夠更容身一人 好再來 亞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 他請他吃飯 請他吃飯 這是一個 雖然花了一點錢 但是卻滿了一個當朋友的果效 亞伯拉罕請他吃什麼 請他吃牛肉麵 請他吃牛肉麵 亞伯拉罕跟他說 好這經文有點長 他跟他說我再拿一點餅來 我們從這邊開始念好了 亞伯拉罕說我主 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求你不要離開仆人 然後我去拿點水給你們洗腳 給你們休息一下 再來我去拿點餅 讓你們可以加點心力 然後呢他就叫他老婆去煮備 很多把他們家的牛仔了 然後把他所有的東西都拿來 親愛的 你會對一個朋友這麼熱心的話 那個朋友一定是什麼人 很好的朋友 還是順利有利益的朋友 很多人呢 看到那個大公司的老闆來 櫻桃就拿出來了 看到隔壁的鄰居來 就只拿著把辣 隔壁的小朋友來 就拿著 不然我們家好像有吃正的餅乾 給你好了 有一個在菲利浦工作的一個青年 他分享了一件事情 他說當他離開他進公司的時候 他跟他老闆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是人 不是你心中所想的人 我只會生錢 只會把你當作那個人 你是我是你的資源 我是你的利益 所以你就把我榨乾 把我扭乾 把我就是家庭所有的關係 等等之類 因為你 我這些關係都斷絕了 很多人在家朋友的時候 只把那個利益放在最前面 想說這個人可以請我去看店 他想追我 應該可以請我吃飯 今天我們帶朋友的時候 是用什麼方式 是用利益 那是亞伯拉罕在他的 招待朋友的過程中 他請他吃了一碗牛肉麵 牛肉麵在我們現在看起來有什麼嗎 好像沒什麼 你大概 李太后再怎麼貴 我記得好像230就可以吃得到 但是在亞伯拉罕那時候 其實那個牛肉麵對他來說 意義很大 不過他只擺了牛肉麵 他有沒有全部滿 他的全息都出來 可是這三個人 卻已經可以體會到 亞伯拉罕那個用心 跟他那個全部給出來 今天你對你的朋友也一樣 你盼望我們可以用一個 我可以給朋友什麼 而不是他可以給我什麼的心態 第三 這是他的一個圖畫 他沒有白滿 他的全息 只有一個牛肉麵跟一些水 好第三 你看 經文講到後面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的是送人一層 就可以彼此敞開 心事就可以微微到來 你的朋友要離開的時候 你就怎麼樣 拜拜 還是他們送他一下 稍微再跟他聊一下 我覺得送客人 當人要離開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聊一下 其實比你家聊的 有時候還更久 你有沒有發現 就一直在外面被蚊子叮 可是你本來是願意一直撿 中國人有一句話 叫做十八相送 就是因為真的是 當你看到你的好朋友 捨不得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跟他聊 那其實亞伯拉罕 這有點暗行 亞伯拉罕要送這些人走的時候 那個上帝說的一句話 他說 我要做的事情 怎麼可以瞞著亞伯拉罕 他們要走的時候 亞伯拉罕送他們一程 耶和華就說 我要做的事情 怎麼可以不讓亞伯拉罕知道呢 他說 所多瑪跟俄摩拉的罪惡甚重 我已經聽到了 這時候你如果是朋友 聽到有一個人告訴你說 我告訴你 我聽到了一些事情 你要怎麼樣 蛤真的嗎 趕快給我八卦一下 還是怎麼樣 如果在基督徒裡面 在神的愛裡面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一聽出對方真正的需要 就要以代導來回應 來扶持 好 他就開始說了 本來 耶和華想要毀滅 那個俄摩拉城 亞伯拉罕就趕快 求那個耶和華說 如果那個城裡面 有五十個藝人 你還要 還要毀滅那裡面的人嗎 他就說不要 我不會毀滅那個地方 如果四十個 三十個 十個 亞伯拉罕一直代求 今天這個是一個在信仰裡面 一個很棒的 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 基督徒跟一般的朋友 不一樣在哪裡 是我們是可以彼此幫忙 彼此協助 彼此代當 這個故事我們都很熟 這個人不能走了 那耶穌來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他就行很多醫治 他的朋友想讓這個人得醫治 你知道他的朋友多辛苦嗎 因為人太多了 擠不進去 他的朋友就爬上去屋頂 把那個屋頂拆了 然後把他的朋友 用那個線啊 垂下去 這個人 因為這些朋友 讓他重新起來 可以走動 所以基督徒的朋友 是可以成為我們很大的幫助 這是在神的應許裡面 給我們一個很美好的 我們可以在愛裡面 彼此代導 我們可以在小組的裡面 我們每次小組聚會完 都會有一個代導時間 這是一個很好的連結 所以記得 當你在幫人家代導的時候 有一點要特別叮叮你們的是 不要在裡面打聽太多的 也不是打聽 就是當他告訴你的時候 你不要再去告訴別人 甚至去評斷他說 我怎麼樣 比如說 他今天跟你說 我昨天跟我老公吵架 因為我老公講話太大聲 你心裡就想說 你是公主病 你老公講話一點點 大聲一點 你就說什麼 或者是 我因為這次考試太大壓力很大 然後就說 你是草莓族 才一點點而已 你就撐不住 我相信這裡面有很多東西 是我們要小心的 因為耶穌說 你們不要評斷別人 為什麼我們不要評斷別人 因為我們不可能知道這個人全部 再來我們的判斷不可能精確無私 再來第三個 沒有人有足夠的良善去審判他了 最近你們應該都有看到那個秦偉 那個星星風暴對不對 有好多女生出來控告他 那其實裡面有一個藝人講的一段話 我覺得蠻感動我 他說 所有的人都會指責他不對 但是我們不能去定他的罪 因為定他的罪的人只有誰 只有上帝 我們都知道他做了錯的事情 但是我們不能去定罪他 他就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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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只有定他罪的人 只有上帝 那我們能做什麼 是在愛裡面去提醒他 你做錯了 或許你可以改變另外一個方式 好再來 介紹一個好朋友給你們認識 那個人就是耶穌 當你在哭泣的時候 你在難過的時候 記得 有一個好朋友叫做耶穌 有兩個人去交流旅行 旅行的時候 因為住在聖山裡面遇到了一個人 遇到這個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緊張 這兩個朋友 其中一個穿起鞋來 趕快往前跑 另外一個朋友淡淡的問他說 你覺得你可以跑英雄嗎 那個朋友很認真還在跑的時候 就跟他說 沒關係 我只要跑英雄你就好了 因為他可以在後面被他抓走 你的生命裡面有沒有這個好朋友 反正就是大乱零頭怎麼樣 各自飛 趕快飛飛的越遠越好 你就不關我的事 但是有一個人不會放棄我們 那個人就是耶穌 耶穌怎麼說 他說如果你遵守我的命令 就是我的朋友 再來 耶穌在當有人想要背叛耶穌的時候 你知道耶穌怎麼說嗎 耶穌還是認同他 他說朋友 你想做的就趕快去做 所以當你覺得你有一天 犯了很大的錯 你還是可以回來耶穌基督的旁邊 因為他還是幫你當朋友 有一個人死了 耶穌說 我的朋友拉薩路睡了 然後耶穌就去死 就去醫治他 讓他復活 好再來 耶穌跟他的十二個門徒說什麼 我不會再把你們當作仆人了 我把你們當作朋友 因為我把我從故那裡所聽到的一切都告訴你們 這是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但你跟耶穌基督的關係是仆人 你們的關係就不好 但是當你的關係是朋友 你們的關係就會很好 好最後 為了跟你們分享這個 我昨天熬夜看了一部電影 我幫你們看過了沒 三三個重生奇蹟 這個就是之前 2010這樣 的一個智力的那個礦工 埋下來的時候 裡面有33個人 埋在裡面喔 地底700公尺 就是200多層都高 那他們要救他 他們在裡面說了一句話 他說 我們公司的老闆在那邊挖了100年 才挖到這裡 我們怎麼可能被救出去 那個是非常絕望的 是非常沒有希望的 而且在裡面食物非常的少 讓他們就真的離開 在裡面待了多久 69天 那他們的食物只有幾天 只有三天 所以在那個非常絕望裡面 沒有人可以幫助他的底下 有人的稱號是6221嗎 如果有就是有擋住人家 6221 好 這33個人 他們每一個人 全部都是男生 食物只剩下三天 你覺得他們怎麼過過 應該很辛苦 而且如果今天是你 你會用一個很自私的心態 你猜裡面會變成這樣 大家打成一片 就為了要那個食物 但是其實裡面有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做烏蘇亞 大家都很信任他 是因為他都用很真誠的心 去跟人家相處 所以你知道他們怎麼分配食物嗎 他們就像五餅二魚一樣 就大家一直傳下去 一直傳下去 那他們就會每天 48個小時 一個人只能吃一口鮪魚 跟一小口大概這樣的牛奶 然後還有一點點的水 你猜大家在分配的時候 大家會怎麼樣爭先恐後 可是裡面的人多有愛 他們說我們要三十三個人 全部到齊 大家一起開動 所以他們就在裡面 大家三十三個人全部都到好 然後問大家一起來看我們到好的東西 跟分配的東西 大家都說滿意 大家就一起分杯子 大家一起下去喝 那三十三天過後 大概過了二十幾天 就剛好有人救到他們了 可是他們還是在地底下 待了大概快一個月 那這個過程是非常辛苦的 可是透過每一個人 在裡面不斷的禱告 不斷的大家一起彼此協助 彼此用朋友的關係一起補持 讓他們在救援的時候 救他們的人使說 能救到的機會只有百分之一 因為擋住他們的那時空真的太困難 可是因為他們彼此朋友之間的關係 一起成長一起努力 我相信這是一個我們可以去學習的 你沒有朋友 你就不能跟大家一起歡慶你的生日 再來最後一章是我們成年禮 我相信要爬上那個北峰 是我不敢去爬 所以那天我沒有去 在爬上去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那個心的感覺 是更美好 更其實一起依靠在一起 這是一個很不簡單的關係 盼望透過今天 透過今天的分享 你可以在你的朋友之間 找到屬於你的好朋友 好我們一起來唱今天的回應詩 讓我 那是我們的周包上面 會放不下去 所以沒有 這首歌 其實我後面 看到後面的歌詞 我滿感動的 今天是用救假做助我 玻璃使我們脫離罪惡 使我們這個不配的人得去 透過聖理堂住我們 讓我們可以一直不斷的成長 再來 那我讚美的 不是只有用美食 或者是用方式 而是我相信用一個最真誠的 你跟神之間 那個好朋友的關係 他和我們是有連結的 好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你用重家救出我 你用重家救出我 是我脫離罪惡惡 叫我這不配的人 披心的酒 你是神的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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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盡在飛機當時 讓我無視 抵抗手自首 而到飛機又好 讓我愛人不要時間 讓我對人有心而好 讓我學習順服 以聖節為重視 最後一頁他寫什麼 我們一起來念這一段歌什麼 他說讓我愛人不要虛假 讓我待人有心而好 讓我學習順服 以聖節為重視 我相信我們都不喜歡跟虛假的人在一起 特別當你知道那個人對你是虛假的時候 你就會高興有一點願意他 可是當一個人真的愛你 由心裡發誓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他是真的拿他的全部 就是想要分享讓我知道 他問我們學習耶穌基督的榜樣 耶穌對所有的人是怎麼樣 掏心掏背 恨不得你們可以趕快回到他的愛裡面 恨不得你們可以趕快回轉 轉到那個最好的樣子 你看 我們可以去學習耶穌基督 更多的人在我們的身上 看見神的愛的樣子 原來是這個樣子 是一個蠻有恩典 是一個蠻有祝福的一個傳達 一個愛的傳達 我們在一起來唱這首歌 他也回應神對我們的愛 是那麼大得好 你懂周家救贖我 是我脫離罪惡和 叫我成不配的人 君祇先生 你保住他 你是聖地保住我 是我生過老 救我 祈求恩主 Sustain 我 微笑 屬於高峰 讓我 散 被 飛機 被 死 讓我 敬拜 飛機 方式 讓我 忽視 非 抗 雙手 而 敬拜 飛機 用 空 讓我 愛 人 不要 虛 敵 槍 讓我 敬拜 人 用 心 而 放 讓我 宣誓 勝 服 讓我 敬拜 讓我 敬拜 親愛的 敬拜 我們 謝謝 因為 你 跟 我們 的 關係 就像 朋友 一樣 不像 一般 的 民間 宗教 信仰 我們 需要 用 很多 的 敬拜 我們 需要 用 很多 的 東西 來 回饋 給 祢 主 這是 祢 給 我們 每 一個 人 最 大 的 恩 典 因為 那個 朋友 的 關係 是 互相 甚至 我們 跟 神 的 關係 是 那麼 的 親密 但是 主 耶穌 也 願 祂 望 祢 幫助 我們 讓 我們 在 我們 的 人 際 關係 上面 能 夠 學習 主 耶穌 的 樣 事 讓 我們 透過 愛 透過 真 誠 的 心 能 夠 更 多 的 跟 人 家 分享 帶 領 更 多 的 人 來到 神 的 愛 力 主 耶穌 我們 也 看到 今天 很多 新 的 朋友 來到 我們 的 當 中 我們 知道 今天 他們 就 要 跟你 成 為 朋友 我們 謝謝 祢 願 神 祢 祝福 今天 醒來 的 朋友 讓 祂 能 夠 更 恩 施 神 也 讓 祂 在 生活 中 紀念 神 祢 的 愛 跟 神 祢 的 祝福 跟 他們 同 站 謝謝 主 耶穌 我們 將 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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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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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